新加坡的朋友们 杰斯家人们 大家好 刚刚我们听了Tracy的分享 棒不棒 一个从来没有打过工 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 一位女士 居然在一年时间 在看懂杰斯商机 全力以赴 在信用帮助下一年成为钻石 太棒了 是不是 比较起Tracy一年成钻石 我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跟我太太 两个人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才成为钻石 真的不怕 不识货 确实真的真棒 Tracy年轻啊 你看多漂亮啊 而我在五年前 跟太太决定转换人生跑道 当你们到58岁那年的时候 如果你的人生理想没有实现 那种恐惧感 恐怕你们没有体会 我有体会 我出生在大陆 在大陆呢 接受了教育 在大陆打过工 也自己创过业 我在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一点点的散量 那是我在二十多年 二十多岁的时候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中国需要大量的外汇 邓小平先生提出了要石油创汇 旅游创汇 我非常喜欢研究经济 非常喜欢研究趋势 所以我在二十七岁那年 我开始研究中国如何从旅游业 来争取大量的外汇 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 出生牛都不怕虎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收集各种资料 来研究如何用旅游业来发展 结果我的论文发表了 在中国我发表了 中国第一篇关于旅游经济研究的 学术论文 由此被中国国家旅游局邀请了国家 北京参加中国国家旅游战略规划的制定 真的 我写出了一系列的东西 跟一些学者研究 我们制定了国家旅游发展的规划 国际旅游 国内旅游 中国人出国旅游 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 能这么想 真的是天方夜谭 很多领导 国家领导不相信 很多同事不相信 但是我们居然做出了这个规划 三十多年以后 中国称的世界第一旅游大国 每年居然有一亿多人出国旅游 哇 每当我想到这一点 我非常兴奋 大家觉得 根据这种发展 我的人生是不是会越走越好啊 应该是这样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 在传统生意里面 你的闪亮一闪 在传统生意那种环境下 真的 没有人指导 没有明示指点 人生道路 其实走得非常不平坦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 我和太太移并到美国 我们没有各种各样的背景 也没有高学历 也没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们从零开始 我开始经营打工 然后呢 经营自己旅行社 慢慢从一家旅行社 变为两家旅行社 我太太呢 经营两家健康食品店 作为传统生意人 我们非常非常的努力 我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通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生意呢 在洛杉矶旅游界 还算小有名气 大家对我们也是比较尊重 我们也赚了钱买了房子 但是 并没有实现我们的理想 在十多年前 我太太因为急劳成疾 身体不舒服 检查以后 医生都要动手术 动完手术 在养命期间 我跟太太回顾了一生 那年我们一过五十岁了 哇 不知不觉 人生走过了三十年 我们这么拼命的辛苦 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就是买了几套房子 就是一点点存款 未来十年 我们即将六十 再过二十年 我们即将七十 人生很快就要结束了 哇 我们不甘心 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机会 给我们改变 我们在传统生里面 拼命的找机会 没有找到 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在2011年1月份 当有两位朋友 给我们分享了 这些信息以后 一个多小时的分享 我们其实都没有听懂什么 但是毕竟 我们有一种学习的心态 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我们在分享当中 我们听到了三大趋势 那就是划时代的生物科技 革命性的商业趋势 和一个被经验验证成功的系统 在指导我们成功 当时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兴奋 因为我二十多年前 就研究过中国的旅游经济发展趋势 三十年之后 我又碰到了 二十年多以后 我又碰到了一个新的健康 生物科技趋势 电子商势 哇我非常的兴奋 所以我跟太太当时有决定加盟 真的 思维的开放 带来了一个行动 带来了一个结果 几个月 使用产品下来 我的太太真的 非常大的明显变化 多年九个不止毛病 停止了 三个月六个月 使用产品以后 眼角皱纹 法令纹不见了 松弛的皮肤 被提拉上去 脸部更加紧实 六十岁的人 看上去像五十岁的一样 我在旁边看到非常开心 因为不知不觉当中 我换了一个年轻的太太 当然我太太也没机会 她也换了一个年轻的先生 结识产品的特点 我们的医学专家刚刚讲了 Python讲了 是抗衰老 其实不仅仅是抗衰老 结识的产品不仅是抗衰老 甚至可以让我们逆反年轻 我认真使用产品 最近两年我经常回大陆 碰到我多年的朋友 同学 现在双方见面 哇 彼此大切一惊 我吃惊的是 他们二十多年不见 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头 脸上的皱纹 不通五线谱一样 高低不平 而他们看到我 也非常的吃惊 和平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就没老啊 老的没有像我们这样啊 是不是美国的环境好 我说对于美国环境好 但是也有很多四五十岁 就有白头发的人 老人呢 哦 那是不是你会保养啊 我说不仅是保养啊 你也会保养啊 我知道你长年吃素也爱运动啊 那是什么原因呢 我说 那是需要把传统的养生之道 营养疗法 结合国际上最先进的细胞医化 要结合先进的技术啊 光靠传统不行 还要加上先进科学技术啊 哦 明白明白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用了什么好的产品 好的技术啊 哇 各位 在跟朋友们分享过程当中 经历过的人 知道不知道 他要问什么了 他想问产品了 当他问产品 你用了什么产品的时候 你能不能说 哇 开始我们不懂 就跟别人说了 现在我知道 守住自己嘴巴 千万不能说 你一说 别人就以为你是卖保健品了 对不对 所以 我是 胸有诚重跟他讲 我不是专家 你要想知道的话呢 我可以介绍 这方面的专家来跟你交流 你有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 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请世界的权威 来跟你分享 这个最新的技术 哎 好好好 他就愿意来听我的分享 就是这样 当你认真使用产品 做一个非常好的消费者 让产品来说话的时候 别人是追着你来了解 所以 这就是分享 把它提高起来 叫分享经济 在过去的五年 我们认真使用产品 学习先进的 这个正确的方法 在系统的帮助下 在我们系统领袖成功的 这个网络经济研究的成功者 听会的指导之下 我们真的 把这个声音做到了全世界 要知道过去五年当中 我跟我太太有三年半的时间 没有离开过美国 因为我们的传统阵营还没有结束 但是 透过这么优秀的平台 透过系统的指导 透过电子商务的一个特别的方法 我们居然也能把生意做到20多个国家 在2014年的6月30号 我们也能成为专事总裁 捷斯要成功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相信 就是要敢于尝试 就是要请民私指导 就是要善用工具 在捷斯五年的努力 我们生意做到了40多个国家 我们的团队发展了 发展到五万六千多名经销商 当然有使用者也经销商 在去年 我们团队的全球销售业绩 达到了三千四百五十万美金 在捷斯全球营销的3% 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我们大家团队伙伴 都在捷斯平台获得了健康 年纪和财富 都学到了正确方法 与朋友分享 都会借用工具跟朋友分享 所以今年我们大家全力以赴 要把我们的业绩再翻一倍 捷斯平台不是一个人成功 在过去五年 很多ready的人 也就是做了准备 想改变的朋友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帮助大家一起或者健康年轻和财富 五年以来我们帮助了一位伙伴成了钻石总裁 帮助了四位伙伴成了绿宝总裁 帮助了二十位伙伴成了红宝总裁 还帮助了三百六十多位伙伴成了我们的蓝宝总裁 这就是捷斯平台的魅力 这就是我们的得到 不仅自己得到 更让伙伴们得到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也想用一点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 做捷斯的体会 我觉得做捷斯第一个 就是你想要不要 你对现状满意吗 想不想改变现状 说老实话 五十八岁之前的几年 我跟我的太太天天不满意现状 天天想改变现状 可是传统声音里面没有让我得到 但是尽管你找不到 当时找不到改变希望的新的平台 但是千万不要放弃你的理想 千万不要放弃你的希望 因为这样子你始终都在等待机会的到来 所以这个一定要有改变的想法 第二呢 要抓住机会及时的改变平台 其实我跟我太太过去几十年嘛 我们工作创业四十年了 十八岁工作到五十八岁嘛 四十年 我们四十年真的非常非常努力 我们认真的学习 我们努力工作 我们也听领导听老板的话来做 可是我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但是当我们五年前看到了杰斯 我们抓住了机会 改换一个平台 我们的人生发生了大的翻转 传统于四十年 我们想得到的没有得到 但在杰斯五年 我们得到了 你说换平台重要不重要 在中国 我是出生于江南 无锡人 我们无锡那边 有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金秋季节 大闸蟹 大家知道 马来西亚朋友也知道吧 哇 最近两年我听到一个故事 说一根稻草 绑在大家蟹身上 居然也能跟大闸蟹一样值钱 你说平台重要不重要 一根稻草放在地上 一钱不值 可是当他绑到大闸蟹身上的时候 哇 我们每年秋天的时候 如果马来西亚有中国大闸蟹卖 是不是撑这个大闸蟹重量的时候 连稻草一起撑重量 一起付钱呢 真的 如果我们在平时打工的平台上 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 你做传统生意 拼命努力 你也没有想得到 那么为什么不去换一个平台呢 所以换平台太重要了 第三 要有一个好的系统 要有一个好的导航椅 要有一个名次指点 捷斯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创新平台 很多人在上面成功 捷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转人生机会 如同一台非常好的车 可是现在开车 没有导航椅行吗 不行 所以一定要有好的导航椅 导航椅在哪里呢 导航椅不是自己 自己去开车 不懂路 那就要摸索当老板 那就要乱开车 耽误时间 缩短时间 错过良机 所以在做结试的时候 前面有一年半的时间 我跟我太太不懂这个道理 我们以为自己人生 打工创业四十年 我们有经验 我们有能力 所以我们自己呢 摸索当老板 结果速度发展不快 后来总结经验以后 我们看到别人比较更好更快 我们决定要改变了 所以我们加盟 进入油盖世界系统以后的话呢 真的我们的发展速度加快了 因为我们懂得了放下 也懂得了来用新的东西武装自己 所以请明示指点 用系统的方法来运作 太棒了 最近一年 我们的生意发展到了欧洲 哇 欧洲 远离亚洲 远离美国 我们怎么样帮欧洲团队发展 一年时间 他们的团队从200人 发展到2000人 增长十倍 用什么方法呢 个人是没办法 我不可能天天飞过去 我也不可能天天跟他们通电话 即使我跟某一个人通电话 他弄懂了 他也不可能去复制 帮助他下级 一个一个搞懂 不可能 只有靠我们的系统 所以我们USJ系统的Zoom 多语种 中文广东话 英文西班牙文 印尼文 多语种 多时段 每周不同的时段 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多地区覆盖 我们用这种方法 非常快地去把国外市场打开 所以用系统的方法 才能快速成功 最后跟大家分享 这个生意的价值 我们每个做节食的朋友 都知道自己在节食赚过钱 是不是 很快分享 拿到推广奖金 很快收获了自己投资 免费使用产品 继续分享 又开始赚点钱 有各种各样的碰局 是不是 成了红包总裁 成了绿包总裁 成了钻石总裁 收入真的 要比打工做传统生意 多很多 那仅仅是表面的 在2013年 在洛杉矶 我们真的发生了一件 非常有意思的 真人真事 在2013年 我们团队 有一位绿包总裁 非常成功 三年的时间 他成了绿包总裁 他的收入那年 达到了27万美金 真的不错 对不对 因为500个碰局嘛 35收500多少 17,500 再加上绿包总裁 可以享受五代领导奖 是不是 哇 真的 那一年收入真的不错 就在那一年 我听到一个消息 我在传统生意旅行社 有一个合作伙伴 他那个亲戚 在2007年 到美国投资移民 花了750万美金 投资一家传统的旅馆 110个房间 夫妻两人呢 经营这家鱼热 每年赚点钱 都不多 但是到2013年 6年以后 那年他们的利润最高 30万美金 那么一次偶然机会 我碰到他的信息 了解了这个信息 我讲 哇 750万美金投资 花6年时间 第6年才赚到30万美金一年 而我们团队有一位绿宝总裁 当初我知道 他投资这个生意不到2000美金 一个月不到就收回投资了 三年多以来 他做到五本生意 居然三年以后 他那年的收入是27万美金 利润虽然少了3万美金 可是投资相比呢 相差3750倍 传统生意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吗 没有 但是更有意思的价值分析 还在后面 大概不到一两个礼拜 过春节了 一帮集市伙伴 在我们家里面聚会 我们又谈到这件事情 大家 哇 真的非常开心 都是哇 集市太值得搞了 里面有一个朋友 学过一点经济 有一点经济理论的功底 他就问那位伙伴 说你真的不错 当年三年前投资2000美金 现在收入 去年算了27万 你知道你生意的价值 是多少吗 哇 这句话把那朋友问住了 什么价值 我去年赚了27万美金啊 前一年赚了11万美金啊 在杰斯 什么价值 我不懂 各位 我们在座的朋友 懂不懂自己生意价值啊 了解不了解啊 可能有人了解 也有人不了解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人说什么是价值啊 那位懂点经济学的朋友 跟他说 什么叫价值 我不管你去年赚多少钱 现在 有人如果要来买你的生意 你愿意多少钱 出浪给他 你愿意多少钱卖给他 我真的没有想过 你好好想想 我想不出来 我不知道 要么你出价了 要么你出价了 那个朋友说 我知道你的生意 当初投资2000美金 现在我出10万美金 50倍回报率 买你的生意 你卖不卖 各位卖不卖 卖 10万美金算什么 去年你赚了27万 哦对对对 我后面加一个零 500倍的回报率 100万美金 卖不卖给我 卖 我知道在座的也有 马来西亚新疆部的绿宝总裁 今天当有人花100万美金 买你的 结实的这个生意 你卖不卖 为什么 为什么 得给人家理由啊 你当初投资了2000美金 现在100万500倍回报率 为什么不卖 给个reasonable answer给人家 那个人就说 为什么不 那位绿宝总裁想了一下 说 为什么不 你付给我100万美金 买了我的生意 即使这个生意 每年不增长 just stable 为止 每年赚27万 请问你多长时间 可以回收投资 哦四年 对四年 27万 城市108万 四年回收投资 问题是我呢 我拿了你的100万美金 请问投资到哪一个行业 会一年有27万美金的收入 各位师傅 在美国 在洛杉矶 房价不低 一套房子 中党地区中党房子 50万美金一套 很多人辛苦一辈子 去买一栋房子 保值 增值 同时等着退休以后呢 能通过房租收入来补贴自己 对不对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我想很多打工者也有 也有这样的投资动作吧 50万美金投资 月中金2000美金 一年是24000美金的收入 高不高啊 太不高了 所以如果一位朋友花100万美金 要想买到我们绿宝总裁 这个结石账户 他四年可以收回投资 我们这位绿宝总裁拿100万美金 买两套房子 要多少年才能收回投资啊 买两套房子 一套2000美金 两套4000美金 一年的收入才多少 48000美金 和结石生意 一年27万的时候的相比 是多少 一个零头 所以我不能卖给你 你要说那你投资做生意吗 100万美金在美国做什么生意啊 投资一家酒店 餐厅 餐厅三分之一赚钱 三分之一不赚钱 三分之一是亏损的 要么投资一家工厂 100万美金能投资工厂吗 投资不起 那要么你去做股票 哇 股票能做吗 各位 所以我不要你的100万美金 你给钱给我 我不要 哦 哇 100万美金的价值都不值 那用什么东西来给你换呢 我不知道 最后大家说 干脆 不要用现金来投资买你的生意 用生意换生意 你用一个生意 那个生意 我不管你投资多少钱 现在每年能给我产生 27万利润的生意 你给我 我们生意换生意 大家想不出一个很好的生意换生意方法 突然我在旁边说 我说我刚刚不是讲了一个题目吗 六年前有人投资750万美金 到洛杉尼买了一套酒店 六年以后 他的生意利润是30万美金 跟你的生意差不多 产出差不多 要不要拿酒店换你的生意 哇 那个朋友讲 酒店750万了 怎么能换这个生意啊 我说我不管你多少投资啊 我不想把我的生意卖给你啊 是你想来要我的生意啊 所以我们用同样产出的生意 来换生意 公平吗 公平 经营酒店那么容易吗 那个夫妇俩花了六年时间 天天在上班 早上 白天是太太 晚上是老公嘛 哇 天天离不开的 第二传统生意 每年会有倍增吗 没有 所以这位绿包总裁 太太太非常聪明 不换 750万里的酒店 各位也不换 但是别人就不相信了 说不换 难道你的生意 明年真的还会比这个好吗 当然 因为过去三年 每年收入倍增 果真在2014年 这位绿包总裁 晋升为钻石总裁 当年他们的收入 哇 超过了50多万美金 到2014年 当作为钻石总裁 收入超过50多万美金时候 请问 如果继续生意换生意 要拿一座酒店 还是两座酒店换 要拿两座酒店 才能换到这个生意 因为产出一样 这就是杰石的价值 我们做传统生意 我们打工 有没有想过 我们自己辛苦了一辈子 我们的生意还值钱吗 我做杰石 2011年加盟 一个月以后 我就想把自己 这些传统生意旅行社 要处理掉 最理想的是卖掉 可是我问了很多朋友 人家不买 你旅行社值钱吗 不就是租了个房子吗 不就买了几张办公室 一台电脑 一台复印记 两个电话吗 值钱吗 不值钱 我非常非常的郁闷 我在这个生意上 花了30年时间 我在洛杉矶 努力了20年时间 结果当我不想要这个生意的时候 想卖的时候 居然一钱不值 每一个做传统生意的朋友 想一想 你现在生意 不管是大事小 当你不想做了 你想转让出去的时候 能卖多少钱 那就是你辛苦了几十年的价值 我们更不要说打工的人 有人打工非常努力 手艺也不错 今天当你要退休了 请问你值多少钱 政府说我就给你一点退休金吧 哇退休金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多少 在美国就是一千多美金一个月 辛苦了几十年 最后的价值是一千多美金 你觉得这个打工几十年值吗 那又如何 继续打有希望吗 怎么办 想不想改变 想改变 对了 所以回头讲起来 集市平台这么好 但是不是每人都适合 你听懂了刚刚缺水的分享 听懂了我刚刚的分享 如果你想做的话 需要几个条件 第一 你真的想改变 第二 你要准备好了 准备什么 get ready 要准备好 接受新的思维 新的观念 新的模式 新的价值观 以及新的做法 你如果还是用旧的思维 旧的模式 旧的方法 来看待解释 来运作解释 能成功吗 所以要get ready 准备好了 第三 要全力以赴 我跟我太太做解释 五年 我们从来晚上 不看电视 不看连续剧 我们两个人 每天都要花十个小时 因为我们有一个责任感 在身上 一个是对自己的责任 第二个是对团队伙伴的责任 我们那么多朋友 信任我们 加盟进来了 我们要对他们负责任 除了让他们好好使用产品 得到健康年纪 我们更要在这个平台上 让他们也能获得财富自由 翻转人生 所以要全力以赴 最后我想问 马来西亚新加坡朋友们 想改变吗 准备好了吗 要不要全力以赴 哇 你们太棒了 You are greatest 祝福马来西亚新加坡团队 祝福你们 在杰斯宾台 翻转人生 谢谢各位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e USA Diamond 和平局 非常感谢你 给大家